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斯图尔特 你知道肉豆蔻是什么吗 我知道啊 艾米特 肉豆蔻是一种香料吧 是的 虽然肉豆蔻只是一种香料 不是人类的主要食品 但是人们却可以把它用在许多食物和饮料中 比如土豆泥 大米布丁 蛋糕 甚至在鸡尾酒 巧克力和咖啡中都可能会有肉豆蔻呢 除了作为可食用的香料之外 肉豆蔻又叫做豆蔻和人还能入药 也能用在清洁美容产品里面 比如香皂和香水 哇 艾米特 我真没想到肉豆蔻居然有这么多用途 是啊 还有一点你可能也不知道 豆蔻这香料分为两种 和人和肉豆蔻皮 它们都来自同一种植物 所以经常被大家搞混 豆蔻和人香料是源于这种植物的种子 而另一种香料 肉豆蔻皮 则是包住种子的那层发红的皮 如果它俩都来自同一种植物 也都是种子的一部分 那它俩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斯图尔特 这个问题问得好 就如一粒果实中的同胞姐妹 它们只是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 肉豆蔻皮是现状的 新鲜的肉豆蔻皮 往往需要用剁碎的方法来处理 而豆蔻和人则需要用磨碎的方式 或者是用菜擦子擦出来的 有的人说 肉豆蔻皮味道比较强或者比较重 适合用在重口味的菜肴中 不过也有人不认同此说法 哦 艾米特 我真是大开眼界啊 我哪天得把豆蔻和人和肉豆蔻皮 饼排放在一起 分别尝尝它们的味道 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斯图尔特 你做这味觉测试的时候 得多加小心了 因为吃过量的豆蔻和人和肉豆蔻皮 可能会导致中毒 也可能会令你产生奇怪的幻觉呢 哇 这后果可真严重 我想我还是在馅饼中品尝一下 豆蔻和人和肉豆蔻皮的味道就行了 我可不想吃出幻觉来 好 就随你吧 斯图尔特 现在我们要开始追溯肉豆蔻的历史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艾米特 你开奖吧 嗯 虽然肉豆蔻在今天的超市是很容易找到的 但以前它可是一种非常稀罕的香料 所以肉豆蔻的价格曾经是非常昂贵的 肉豆蔻之所以这么珍贵 主要有这几个原因 其一是阿拉伯商人对它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班达群岛这个秘密 一直守口如瓶 所以虽然在南亚 人们早就对肉豆蔻很熟悉了 而欧洲人却一直对它的来源一无所知 后来在十四世纪时 黑死病席卷欧洲 当时人们都相信肉豆蔻能抵御瘟疫 所以对肉豆蔻的需求也就大幅增长 原来是这样 艾米特 现在我很能理解 肉豆蔻为什么价格飞涨了 没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宝贵 但是艾米特 你认为肉豆蔻真的能治好黑死病吗 那场可怕的瘟疫可是害死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啊 嗯 斯图尔特 这个我不能确定 关于肉豆蔻的药用价值其实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瘟疫是通过鼠枣传播的 据说鼠枣不喜欢肉豆蔻的味道 所以把肉豆蔻带在身上的话 可以减小被鼠枣叮咬的概率 因此肉豆蔻仍然十分渐小 所以需求量也确实大增 斯图尔特 据说那时候在欧洲 一磅将近五百克肉豆蔻的价格 几乎相当于七头肥牛呢 哇 七头肥牛 这也太离谱了吧 艾米特 我们去香料群岛寻宝去 怎么样 斯图尔特 真是英雄所见略童啊 欧洲探险家们之所以开启海洋远征 其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要寻找这些稀有而贵重的香料呢 艾米特 我们现在就去准备我们的行程吧 别急 斯图尔特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在我们迎着风浪起航之前 我必须先要找到一艘能承载我体重的船呢 好啊 我要坐着大船 把那些奇珍异宝都找回来 送给我妈妈 配搭 …"许鹏和这个男王宝宝 type review 和三 Originally猜人十一号 后对 помощ母带又来来 我们下咀払 peque老です 我们下咀扩 小咨払往的需要 我们下咀扩 配搜 我们下咀扩